最後就是最重要的 MMHQ那些我不講了 現在每一天都不斷有人打來 要問我移民 正所謂 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 必須抱著信心 把基礎打穩 盡力去到馬拉那裏 不是在斯里山下 除了馬拉之外 事實上我講過 我不應該講的 我想都是不要講的 為什麼呢 我現在有很多機遇 變成有些事情 甚至乎對我之前去的網友 跟我團的網友 可能就不太好 但我都會補回一個票給你 因為我不想再搞Semi 我真的很累 因為我真的找到一些好東西 我只能說三個字 平靚靚靚 我資金很少 不需要怕資金很少 我不用這麼大的 不會很大 一千多呎 最重要的交通方便是KL 那就是交通方便是KL 我供得起的 你想供多少 三四千港幣我可以的 那就三四千港幣 一些這樣的產品 竟然又跌在我手上 沒有他的 因為我們正氣 於是有些機會 就會跌回來敲門 沒錯 我就想想 我會不會在這個團族加 我後話 這一陣子的移民業務 我跟大家講 只要你做移民 有很多enquiry 但是記住 如果想去馬來西亞的朋友 第一 我真的要提你們 最好自己去看看 可以說是跟我們的團 因為我們的團是有些不同的 會帶你去看很多東西 人家的團未必帶你去看醫院 未必帶你去學校 未必帶你去做生意 未必帶你去看 很多東西是不同的 不只是看樓 很多人經常走過來問 有甚麼樓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 為什麼呢 第一 第一 我明知道你們這些傢伙在電腦購物 看兩件事就以為自己做過 那就沒有這個決心動力 做事是講決心的 說你甚麼部署甚麼都好 最後就是講決心 你天天在那邊沙門推演 如果這樣 共產黨這樣 這樣說什麼 見過那群青仔坐在那裡 就點著第一滴火 這樣才可以繼續走 那條路怎麼走就是後滑 你永遠都在那裡 馬拉就是這樣 台灣就是這樣 日本就是這樣 泰國就是這樣 歐洲就是這樣 希臘就是這樣 你老母 打你老母 共產黨打到來的 混蛋 你老母 其實我跟大家說 除了馬來西亞之外 其實反而回到大陸是OK的 是要搞戶籍的問題 就是 你說到這樣正言就回到 不是 反而你還要這樣 那你回到大陸 即跟肥媽回到大灣區 不一定是大灣區 還有很多地方 基本上消費 很多地方是便宜過香港的 起碼樓那裡便宜過 你還想怎樣也是 你香港跟大陸有什麼分別 隨時分分鐘 你回到大陸 人家的省長市長 還會維護自己的神民 指民 香港那些是賣夠你的 你老母 真的上網麻煩一點 那便上少一點 沒有所謂 再不是 就是看八道 再不是去那些雲南 女人角 那些不懂得 就是看CCTV 不看 那些武器社會 你直接 你直接跟我 我沒有 那時候客家猶中 摩奶節 不是摩奶節 濕碎 直接摩你 今晚又跟這個摩 這個是情人 人家沒有社會 自己個人 好了 現在反而大家要注意 大家真的要聽 現在最後一節 我是希望 這些全部是 給我們的節目 做了幾個小時 不是每個人都聽得了 就是要講 有緣分的朋友 中心的朋友 有耐性的朋友 才有這個機會聽到 就是我決定 有鑑於 我一直說不會再搞斷 11月 我是搞日本話 一開始是烏克蘭 接著變成日本 一分鐘就變成台灣的團 OK 現在我決定 10月再搞一個馬拉團 沒辦法 因為實際太多人 說要等待 等待 等待什麼 等待 很多人說要加位 加位 我加了36個位 他們說還可以加 車座47人 那我是否可以加多9個位 是可以的 只要加個碟 都不重要 我們那艘是甚麼船 天空之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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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30多人 你坐了30多人 你坐了 那你多包一隻又不夠 你坐了 40多人又難搞 所以我決定 搞多一個馬拉團 但這個馬拉團 我已經說明 一定不同 我們之前 八、九、十月 那三個團的行程 行程是怎樣 不要問我 十月都說有不同 沒有時間搞 行程是怎樣 不要問我 有心報團的人 WhatsApp我 我給你一些資料 資料的意思是銀行戶口 反正我去開森茶會 你知不知道你去哪裏 反正你聽我 又不幫我玩 你管我去哪裏 總而言之 是12月6日 直到6、7、8、9、10、11 你看看 6月6日 1至7日不在 1至7日不在 你就不要去 有甚麼所謂 6日是星期五 因為之後 13日那星期 就開始跪了 就去不了 所以6至11 6、7、8、9、10、11 6日午夜的旅行團 6、7、8、9、10、11 聽清楚 6日午夜的旅行團 OK 全包 7、4、9、9 啤梨晚舖 黑卡會員 7、2、9、9 啤梨晚舖 白金卡會員 7、3、9、9 我隨便說 單人房 加1300 因為我們以前加1200 正在竊竊竊竊 OK 那這次的團有甚麼呢 就是我講的那一隻 最重要的那一隻 你要把握機會 這些機會不是經常有 幾萬港幣首期 月供幾千 用一個千尺陽房 全身樓宇 完全裝修 是沒有人做得到 我本來是想放一些片出來的 但是我會免其他行家混合我的盤 我作為馬拉達人 就只是益自己 啤梨晚舖的朋友 一個決定改變命運 12月6日至11日 如果這個星期收不爆這個團 我們三十多人 我就取消 我簡直是很廢話 因為我覺得 一個星期都爆爆 就是沒有用 因為我其實真的不太想搞 剛才我還在想 數字部之前 我在想搞不搞 但是每個人都在問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走得很遲 這個也是明白的 走去看看也應該的 特別是你的年紀 差不多的 那些朋友是明白的 但是記住 無論去到哪裏都好 如果你還想有尊嚴 跟別人大大聲地說 糟糕了 我沒有人說 我是香港人 我們就三個次 不割席 那些人說 扔核彈也不割席 糟糕了 有核彈扔了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明天繼續給你們 晚報 拜拜